佛罗里达州政府最近推出限制学校过早教授小孩性别认同的法律 但是呢迪士尼乐园公开反对 结果呢佛罗里达州的州长德苍塔斯不仅是没理他 而且重手修理迪士尼 这迪士尼为什么要躺这趟浑水啊 而佛罗里达州是怎么修理迪士尼的 以及这种修理给全美的大公司会带来什么样的教训 这是今天范围要和大家探讨的问题 节目开始之前呢请记得订阅留言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的话呢 请记得这个点赞咯 好事情的原委是从3月28号佛罗里达州通过的一个法案 叫做家长教育权利法案说起 英文叫做Parental Rights in Education 这个法案的规定福州的学校 不管是公校还是私校 都不可以在三年级以下教学生性取向或者性认同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许教孩子自己给自己选性别 哎呀你说这个 这这这说的是三年级不让啊 其实哪个年级应该让呀 这目前呢 美国很多地方的公立学校呢 都在教这个东西啊 包括同性恋行为啊等等之类的 我的一个朋友在孩子的课本上 发现了这些同性恋的那些个图啊 吓得他是赶紧搬家把孩子带走 从加州搬到美东的一个保守的学区 那很多的华人家长呢 都面临这样的巨大的困扰啊 但是很少有哪个共和党执政的州出手反击 但是佛罗里达州 那就是一个例外 那么是最近是反复冲到最前线 连续通过了多个限制学校 更加自由化 应该准确的词号 叫更加放纵化的法案 那么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LGBTQ 我想如果对朋友不了解的LGBTQ 就是L就是女童性恋 L在Lisbane 这个G就是男童性恋 Gay 这个B就是Bisexual 就是双性恋 T就是变性 Transgender Q是什么 就是那种奇奇怪 奇特性 总而言之吧 就是全部包在一块叫LGBTQ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 佛罗里达州的这个法律呢 是让家长自己决定 什么时候和什么方式 向他的子女来介绍 你学校在起码在三年级之前 你不能够掺和 如果你其他的时候你要教 如果违反了 就是正规的正常的怎么说呢 这个常识的话 那家长都可以告学区啊 而这条法律的通过 当然激起了一众极左势力的反对 这里呢 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公司 位于这个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呢 就发声反对 他的反对起作用了吗 起作用了 不过是反作用 对他自己的作用 上周三呢 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院提案 把迪士尼乐园的所在的土地管辖权收回 第二天呢 也就是周四 众议员通过 第三天呢 周五 周长德桑塔斯签署通过 在快的没法再快的三天之内 迪士尼失去了 享受了55年之久的土地管辖权 什么叫土地管辖权啊 我们先回顾一下历史 1967年 迪士尼乐园呢 想在佛罗里达州落户 那时的周长还是铺红地毯 欢迎 而且给出了很多的优惠的条件 其中之一呢 就是给迪士尼的25000英亩的土地 那么第二呢 就是给出这片土地的管理权 就是你们自己成立一个地方政府 好吧 就是你又是乐园呢 你又是政府 你就自己管自己吧 大家知道啊 在美国啊 你修个什么东西啊 只要是动劲大一点的 你都要到城市的建设局去递交图纸 讲清楚你要干嘛 得到许可才能动工 但有时要等好久 好 迪士尼这一下好了啊 他干什么呢 自己找自己批准 谁也不用问 你说爽不爽 不过这一下呢 佛罗里达州呢 就把这个权力给收回去了 这迪士尼呢 他 这个乐园 他现在归他的乐园所在的两个县 县政府馆 这个特权就没了 以后他要干点什么事啊 这个建个新池子啊 修个楼梯啊 都得乖乖去申请 等待批准 我们都知道那个迪士尼啊 你不能老一套 他经常要改改换换 增加个新的节目啊 新的东西才能让这样的 怎么说呢 这个小孩子不断的回头 是吧 所以呢 他有很多建设的许可 现在呢 都不能自己说了算了 对他影响是非常大的 好 那么我们这里要问了哈 迪士尼乐园 为什么要出声反对那个法案 佛罗里达州的政府 为什么要如此的重手去修理它呢 你可以说这很简单的 迪士尼就是个左派乐园呗 他要维护左派的利益 对不对 左派的东西 其实呢 还不太是 你要知道啊 迪士尼的电影和音乐啊 长久以来是代表和宣扬的是 美国的传统家庭的价值和观念 你想想看啊 他的名著都是些什么 白雪公主啊 皮诺曹啊 水晶鞋与玫瑰花啊 睡美人啊 亚瑟王啊 巴黎圣母院啊 等等等等 那他们也一直给共和党捐款 只是近年来才开始转向 强调什么多样性啊 包容性啊 这些左派包装出来的说法 不过呢 尽管如此 迪士尼也一直把自己当成是 老少嫌疑不分左右的大众乐园 而且谁的钱呢 他都想赚 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汤进这一趟浑水进来 他都没想弹啊 怎么弹进来的 那么这是在3月28号福州州长签下这个教育法案之后 虽然极左派是大声的喧嚣 迪士尼是没有动的啊 但是呢 那些公司里公司外的极左派他就不放过他 在公司里闹啊闹啊 这个迪士尼的总裁呢 叫做切皮克 他是油油欲欲啊 给他们推的狠了呢 就说几句让极左派高兴的话 之后呢 再平衡平衡 或者拖一拖 在最近的迪士尼的股东大会上 场面是非常的火爆 反对和支持教育法案的股东呢 都大声发言 切皮克呢 切皮克被逼的是叫做晕头转向 最后呢 他是无可奈何的就这么说 他说 我们的股东啊 就和现在的美国社会一样 这个意见分化 意见分化到极端呢 叫polarize 咱要在意见不同的双方面前要穿针引线 是多么的困难 是 这个穿针引线啊 或者说避免选边站 这就是迪士尼一直的策略 比如说吧 迪士尼从来不在他的乐园里庆祝 这个现在都已经所谓公认的 叫同性恋日的gay day 但是呢 他又在乐园里头 卖卖代表同性恋的什么彩虹旗之类的玩意儿 这样来平衡双方的需求 但是在这个教育法案上呢 极左派可以说是不依不饶 最后呢 这个切皮克被顶得没招了 终于屈服 就发声表态 说迪士尼反对这个教育法案 好 那么在这之前呢 这样的东西发了就发了 保守派不会那么计较 但现在不同了 福州的这个州长德桑塔斯啊 立即动手反制 那尽管在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 是佛罗里达州最大的商家 好你要知道 他雇了人数达到五八万人之多 这个州长呢 也不怕 德桑塔斯说 好像你这个迪士尼是一个加州 Burbank的公司啊 你凭什么在我们佛州这里 指手画脚啊 你想说的优惠已经够久了 现在我们收回成命 你好自为之吧 那迪士尼会怎么反应呢 他会说那好 那我就离开佛州啊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迪士尼乐园 他可不是大捧车或者杂鸡团啊 卷起帐篷想走就走的 而且迪士尼呢 你在人家地盘上啊 你还要这个叫做什么 撸人家的虎须 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对 事实上呢 这个迪士尼一周来什么也没做啊 基本上就是 这个叫做什么 演习西谷 灰溜溜的了 好那我们再回头问啊 这个福州州长 为什么要出手这么重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保守派 就越来越认识到哈 针对 着着逼人的极左派 这个他们以前的绅士风度 或者是置之物理已经不行了 因为他们会 这个极左派会得寸进尺 所以必须 予以果断的反击 其实这一次啊 不光是迪士尼反对 这个教育法案 还有很多别的 这个Airbnb啊 亚马逊啊 推特啊 微软啊 等等好多哈 都有发生表态 那周长和周一辉呢 大概是研究了一番 觉得可以收拾谁 最后找到迪士尼 就动动他 可以说是杀意警百 好这里我们再问一句啊 像迪士尼啊 这个Airbnb啊 亚马逊啊 推特啊 和微软这样的 银河左派命题的 大公司 现在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那么照道理 商人嘛 你干什么 你就将本求利嘛 这不应该介入 这么敏感和难搞的政治话题 其实是文化价值之争 对吧 但是呢 他们不仅介入 而且很多像他们这样的 大公司都介入 他们不知道会惹恼 保守派的客户用户吗 不会伤害他们的生意吗 他们难道只做 左派的生意吗 他们为什么要做这种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呢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可能答案是出乎你的意外的 我们 我停一下 我停三秒 你想一想 答案可能是什么 OK 好吧 答案其实很简单 就是极左派 给他们施加压力 但是极右派 但是这个保守派和右派 他不施加压力 但公司就因为怕麻烦 就这样选择了屈从 来摆脱压力 这个国家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他的执行副主席叫丹霍夫 他专门调查这些个大公司 是怎么屈服的 他在那个保守派行动大会 CPAC中就是系统的讲述了 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两次都有听到 我其实一直想采访他 希望将来有机会 可以做一个比较长的采访 了解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今天的美国的极左派 就跟当年中国的红卫兵一样 嗓门又大又凶恶 横冲直撞 虽然人数其实是很少的 是少数人 却取到了不相称的巨大的作用 这用英文叫做 loud lying minority mob 大声说谎的少数牌暴徒 那绝大多数的好人 是不发声的 于是就让这群当代的红卫兵是到处闯 到处闯到处得逞 美国这些本来应该集中精力做生意的大公司 那么今天是普遍性的导向了极左派的事业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公司老板他自己就够liberal 我这里讲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当货夫呢就建议保守派的群众 最起码你自己买些大公司的股票 去股东大会中去大声讲话 分享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大家都这么做 那么这个董事会就有感受了 另外一边也有压力 当然了这个极左派很会形成组织 系统的去影响这些大公司 可以说到现在是战果丰富 因为根本就没有对手 没有抵抗 所以呢美国的保守派呢 其实他们现在就要警醒了 他们也得组织起来 去实行一个给出一个反压力 这样很多公司呢就能占得正了 佛罗里达州呢在这些问题上呢 现在是特别的艰巨 所谓来而不往非离也 虽然不懂中国中华文化 可是这个知道背后的理 那这主要是和德桑达斯有关系 他的坚决一是会吓到这些骨头软 一压就倒过去的这个大公司 第二呢也会提醒其他的红州 你们呢要更加果决和更加的有力 那毕竟美国的州权在宪法中 代表的是独立和强大的人民 好那么这一集呢就做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方伟所作的讲解 请记得点赞呢 另外您如果还想关于这个话题 听到什么相关的东西 或者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欢迎留言 那方位找机会呢 再跟大家详细的去讲解 好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太阳 일본 整个人 我们我们聊好 我们